来 静在运通 走低 那最后一个小时 最后还好有拉上来 不然的话 原来收的比较黑一点 最后收盘是跌了17点 那么今天一大早 我们就要发给自己会员的 第一个讯息当中就讲到一句话 就是说 万点操作 一切谨慎 真的 目前就在万点 那万点这个地方操作的话 还真的不能不谨慎 为什么呢 因为像昨天台北股市 在刚刚创新高 来到10058 结果今天马上就摘下来了 就跌到一万点之下 还好最后一个钟头有拉上来了 不然的话就真的要收在一万点之下 所以很显然就是说 这个盘市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真正的 我觉得 目前还没有真正的站稳在万点之上 严格来讲 就是说这个盘 目前 台股这个盘 目前来讲的话 都还在挑战万点 或者是说 试图站稳在万点之上 那么是不是真的能够 好好的站稳在万点之上呢 如果说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 我觉得还这个加币 还真的能拼的 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 现在台北股市呢 还在挑战万点 还在试图站稳在万点之上呢 是不是真的能够好好的站在万点之上 我觉得还很拼啊 我们各位看一下今天早上的第一个讯息 5月47号 好 那昨天啊 就这个MSCI 再度双降台股全中 那虽然昨天台北股市 其实都已经多多少少的反映过了 因为这昨天早上就知道这个MSCI 降台股全中的消息 所以呢 在昨天礼拜二 台股就已经反映过了 但是还是需要谨慎 盛防余波荡漾 而且今天呢 刚好逢台股指出期货结算的日子 续防短线获利了解的慢压 总之啦 万点操作一切谨慎 就是刚刚所讲的这句话 好的 那么在昨天的团体稿当中 有台股提到一些事情 我们各位不妨 从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切入的动作 我们各位看一下5月16号 昨天礼拜二 昨天下车的5点 今天是跌17点 不过先看一下 讲归讲 我们先来看这个画面 礼拜二 5月16号的时候 的指数来到10058 创到新高 留下一个下影线 今天也是留下一个下影线 但是根本发觉到就是说 今天的高低点同时在下降 昨天还想跌了5点而已 今天跌的就比较多了 今天收盘是跌了10多点 同时留下影线 感觉是风低的我买盘是没问题 但是呢 问题是越阶越低 越阶越低的感觉 这个就是 从一个现场 这个现实面的状况来讲的话 就是这样子 越阶越低 好的 我们各位看一下 昨天礼拜二成天稿 台股从5月9号 第一次见大万点 事实上 这真的是5月9号 第一次见大万点 曾经当时也蹦上千亿 那么再来就是 昨天5月16号 也是蹦上千亿 那如果说从这样来看的话 从成交量来看的话 就是说 整端台股万里路 成交量没有出现 过度灼热 失控的现象 那么这个使得 台股的万里路 走得格外的轻松 而且有说服力 为什么说轻松 而有说服力呢 因为你成交量不用太大 就能够往上走得上来 那当然轻松啊 那为什么有说服力 因为你走得不卑不亢 不火不热 所以呢 表示就是说 你这盘呢 就变成还很稳 很稳耶 你不说过度的问题 没有过度的问题 既然没有过度的问题的话 那就变成很有说服力了 这本来就是这样子 好了 那外资这一大波段 多单的布局呢 可以说是用心良苦 而且也没有犯下 什么特别的大错误 但是呢 一旦外资用心最多 布局最深的 像台积电 鸿海 这两大全职股 如果说呢 暂时又攻不上去的话 别忘了我说过的这句话 风能鼓动风帆 也能吹折风帆 所以万点操作 很好操作 但是却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为什么说很好操作 我最近在跟各位讲 因为这本店嘛 新高楼昨天有上千亿啊 一万点的话 上千亿就变成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说像过去呢 八九千点啊 或是七八千点啊 甚至是 五国六百亿 六七百亿 很多人就在工程中在万坛 揍不出来 说新高楼又不是要做什么高楼 好啊 现在有了 现在只要到一万点了 新高楼真的变成千亿了 不太好做 好做还有人又说 我东西没进来做 我这样子进来做也怪怪的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心里面的魔障 一直在本向说服自己说 先不要踩进去 先不要跨进去 先不要冲进去 那我请问你啊 那你什么时候要进来 八千点 你认为八千点有风险 九千点 九千点有风险 一万点 一万点又一万点的风险 你每次都这样子想说 啊 危险啊 危险啊 不像你是过去开后 是在开什么意思啊 过去开后 是为了炭情 那我们知道啊 炭情就是利用 行情好操作的时候 去操作股票 不要在成家量没有的时候呢 不好操作 你再来操作股票 我觉得那就根本 就浪费时间 浪费你的金钱了 所以呢 你现在来看的话 有价有量是最好操作的一段时间 而且我也曾经在最近这些日子 也跟各位讲啊 就是说啊 就是说什么 你现在也根本不要去理他 现在是不是万点 是万点最好 因为有万点的话 就成家量会更大 但是呢 你不要去理他现在的钱 有万点的时候在哪里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万点也可以操作 五千三千都可以操作的 怎么说呢 你只是操 你只管一个方向 你到底要往上做 还是往下做 如果你认为三千点的时候 往上面的空间比较大 那你就做多嘛 假设你三千点认为是空头格局 那你就做空嘛 一万点也是一样道理啊 一万点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认为太高 那你就做空嘛 那如果说你认为一万点 还要往上走的空间 你就做多嘛 所以一万点跟三千点有什么 两样嘛 有什么差别啊 对不对 反正不是做多就做空嘛 而且更何况呢 我最近这几天 也有带会员做空啊 这个已经公开的事实了 而且几乎每 不要说几乎啊 根本就天天给各位看了 我们的操作 结果如何 我想大家 只要你有看节目的话 也看得非常清楚 更何况呢 我会员是分布在全国各地 你都可以问得到的 最近这几天的操作 来讲话 我们做空的还比做多的多了 而且更何况 做空的赚的钱呢 也比做多赚的钱多 很奇怪哦 大凡指数到昨天为止 都还得到10058 创得下的新高 明明是往上哦 但是呢 我们就是用放空放空 我们竟然还能够赚得到更多更多的更多的钱 为什么 因为你抓到了股票啦 今天报纸还有报道呢 报道一篇哦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 台股指数 昨天不是创新高吗 对不对 但是呢台股当中 却有五十几档在创新低啊 破底啊 而且他讲哦 如果说把苹果概念股 把它抽离掉的话 因为你知道吗 苹果概念股 就等于是这一波 把台股指数 带上万点的最主要的 一个带头大哥 如果把带头大哥 苹果概念股 这些股票 拔除掉的话 那大盘 现在可能 变成八千点了 所以你要用这些股票 现在没有钱的股票 有价格吗 八千点吗 那当然 情敌是把苹果概念股 先拿掉 先拿掉 先拿掉的话 整个大盘 还是有很多股票嘛 这些股票加起来的话 指数应该都还在八千点 也就是说 用这个水准来看 大盘目前指数位置 应该也就在八千点 那如果是八千点的话 也OK啊 为什么不能做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句话 就是说 风能鼓动风帆 风也可以吹折风帆 这是我最近 在跟各位提的一件事情 什么叫风 风是外资 外资就是风啊 外资能够鼓动风帆 把指数一直送越 送越高上去 因为它不但能买股票嘛 就像风 顺风吹嘛 指数呢就这样吹吹吹吹 然后吹得越吹越高上去 但是呢 必须要想到一件事情 当你这样顺风吹吹吹吹吹 吹到一半 或吹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 就吹不上去了 外资满半天吹不上去了 好 把指数怎么搞都搞不上去了 那表示 大概位置就大概在那边 饱和点就大概在那边 小心外资呢 反方向吹风呢 反方向吹风的话 就变成逆风了 刚刚讲的是顺风吹 把整艘船 送到更高的位置去 但是如果说 风一旦转向 变逆风吹过来的话 小心 船 风帆 会折 风帆就因此要被吹折掉 吹折掉的话 不是逆势 跑回来而已 可能就算船会沉掉 所以呢 必须要提防 风能鼓动 风帆 也可能会吹折风帆 所以呢 一万点 不是不能做 还挺好做的 你们看到我所写的 就奇怪了 才两档股票而已 还记得能够常常获利下车 因为我们在过去一直跟我强调 我们股票 不会让你超过三档的 结果最近呢 因为在一万点附近嘛 所以呢 而且一万点附近来的话 第一个就是要风险概念 所以我们股票绝对更不能多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两档股票就已经操作很凌厉了 就来啊 很锐利哦 因为随时这两档股票的话 随时一档股票就下车去了 不管空单或做多的都下车去了 下车去之后呢 诶 跟里面这支啊 反正随时保有一个弹性 这支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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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随时都这样 所以呢就是 会让你感受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诶 太常常让我的获利下车 说实在的 里路会自然能够感受到 为什么能够常常下车 很奇怪哦 不会奇怪 那有什么好奇怪 你自己看下去自然会知道 我们就今天讲 就会讲到 一直讲到今天来 就讲 从上礼拜的股票 一直讲到今天来 我们通常会讲大盘 讲一点点的时间 之后呢就会讲到个股去了 但是个股呢 说实在有时候 因为股票不断的 不断的下车 上车下车 上车下车 就变成 就是我讲股票的时间 变成不太足够 所以有时候就讲快一点 麻烦您就跟着我节奏 变快一点 麻烦您各位看一下 华硕 上礼拜的事情哦 5月11号麻烦您各位看一下 5月11号的华硕 空295.5 不286 那太麻烦了 9块半 9500块钱台币 一张就好了 一张就9500块台币了 一桌 可以抢妈妈母亲节 好了 这是您讲过的事情 好了 5月11号 你看看日期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5月11号 补完华硕之后呢 当天 5月11号 同一天 立刻补完华硕 再空红准 根本不会让你时间 前置下来的 5月11号 空红准 空完之后呢 你看到11号 隔天12号 立刻补了红准 这样补红准 那贴多少 1块钱 1.9% 好了 红准12号 补完 12号 又空神盾 也就是 回补红准之后 空神盾 那贴多少 对 董刚有炭3.7% 6.5块钱 12号 空神盾之后呢 隔天 隔天15号 因为13号 14号是礼拜六 礼拜天了 15号又补回来了 那两缸的时间 炭一个更多 这样炭10块 上面是100块 1万块钱台币 5.7% 再炭起来 收工落贷为安 亲爱的朋友 你刚才看的都是 全部都是两天之内 就收工的 都是两天了 华硕空两天 捕完了9500块钱台币 落贷为安 捕完之后呢 当天立刻 立刻切入 放空 洪准 洪准的是 两天要收工了 都是两天了 洪准这样赚到多少钱 1700块钱 好 捕完之后呢 又空了这个神盾 空完 隔天又补回来了 又是两天 两天 两天 不是六天哦 因为都是同一天 在做动作 捕完当天就空下去了 所以这样子总共几天 四天的时间 四天的时间 做完三档股票 全部都落袋完 哈硕 探了9500块钱台币 那洪准呢 赚了1700块钱台币 然后神盾赚了1万块钱台币 你说母亲节 是不是过得很快乐 很开心 母亲节已经过了 接下去的话 就段午节了 好好的准备 段午节看下去 去哪里潇洒 或去哪里休闲 度假娱乐 可以吗 这个就是要帮你 准备度假的钱 你可以看到 这两天的时间 空下去 隔天就补齐啊 那 好了 那讲到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或许你认为是说 哦 你 大家都赚钱吗 是真的每次都赚钱吗 我告诉你 也未必哦 我现在讲的就是 有可能赔钱的哦 我还是要告诉你哦 但是赔钱不代表 这真的赔钱哦 这句话有玄机了 怎么叫赔钱不代表 真的却赔钱 你看下去自然知道 你还记得我在这两天 有跟你谈到一档股票 我们是做双向 两边都赚 空赚一笔 放空嘛 赚到之后 转为做多又赚一笔 这一档是提尾锡 对不对 除非你是今天看节目 不然的话前两天看都还知道 放空这一档提尾锡 赚到了 好 放空之后 回补完之后 再做多 之后 下车 两笔撞完收工 好了 这是提尾锡 那提尾锡收工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这一档 就是我可能刚刚讲的 就是说 不会挤压 你看我就写个赔钱在这里 但是 赔钱不是真的赔钱哦 你现在再看一下 就自然会知道 这一档股票 出提尾锡之后呢 转空台阳 当天空31块9毛5 结果收盘32块8 从账面上来看的话是赔钱的 所以表示说 我非常诚实耶 有赔钱的话还是跟各位讲 还写个赔钱在这边呢 对不对 不是真的全部都赚钱呢 但是 赔钱不是真的赔钱哦 再看下去 今天是5月17号哦 结果台阳呢 挖起挖起来挖起来 没力 还倒头债了 结果收盘币31块8 你看哦 31块9毛5没有变哦 31块9毛5没变哦 今天变成31块8 是不是变赚钱了 所以赔钱不是真的赔钱哦 要变赚钱了 而且我还没补哦 还没补哦 这样子了解吗 所以呢我其实每档股票都会 尽可能的跟各位做交代 或许大家以为是说你是神啊 哪是啊 怎么会是神呢 只是说操作的手法有点神话 一样哦 但是呢就真的 这都千真万确的 这是带会员操作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实际的记录 我们尽可能在节目当中 让各位来分享 其实如果说您来跟我操作的话 那不是在分享而已 你根本就是享受在其中了 不是吗 好来 我们休息一下立刻回来 遇阵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用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 运达投资 02-2781-0909 运达投资 02-2781-0909 2781-0909 别害怕 看我的防震宝典 防震宝典 平时应固定家中电器及家具 规划避难逃生路线 与家人约定联络方式 准备紧急避难包 那地震是怎么办 保持冷静 立即趴下 点护 稳住抓住桌角 记得哦 保护头颈部最重要 有备无乱 临阵无乱 各位好 欢迎回到飞月时备书现场 我是蔡雨昌 那么这个地方特别提到 万点门口抢取豪躲 真的是如此 因为一到一万点的话 成交量会比较大一点 那么事实上呢 台北股市这一段路 在5月9号登上万点的 那5月9号到昨天5月16号 台北股市指数 已经来到10058了 虽然感觉到就是说 特别没有特别高 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这指数呢真的有在往上走 对不对 好了这是没问题 那么这一段路 从5月9号到万点 到昨天5月16号 到10058 这中间过程当中 只有两天的成交量是三千亿的 一天就是 刚好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5月9号那一天 还有5月16号昨天 各位看一下 5月9号这一天 成交量三千亿 还有昨天5月16号 成交量三千亿 其他都没有 就这两天上千亿 好了那既然上千亿的话 代表股票就变很好做了 对啊 一直在跟各位强调嘛 所以你为什么最近 你才会看到我们 就是不断的获利下车 不然空单在获利回补 为什么能够常常这样子 就是因为现在在万点 现在成交量较大 成交量较大 成交量较大 当然也比较好做 当然你够够的方向 你抓错方向的话 就陪另外一边去了 所以呢 你只要抓对方向 敢切也敢赚 那你就赚了更多一点 其实做股市 做股票就是这样子 好弹的一天一天一天 拍一弹的一天一天 你又不要做 那是很简单的嘛 现在是所谓很好弹的一天 因为一万点 还有成交量又有 好做 你如果说现在成交量 是五六百亿 那我们不要勉强 不要勉强去做 都没关系 那现在成交量有 你没要做 我不知道是你定期要做 我刚才讲到一点 那这段日子呢 就是五月九号那天上万点 就是头一天上万点 就这段日子 头一天 成交三千亿 还有包括昨天 五月十六号 成交三千亿 就这两天 那由于成交三千亿的话 这不代表是 会比较好做咧 我刚不是讲了吗 不是白讲了吗 好五月九号那一天 你知道吗 我们股票那一天呢 就做到变变叫 你自己看 五月十六一天 好我们先来看 台胜科一做多 我们下车了 赚三块四 3.8% 收工落单为安 同样的五月九号那一天 照合放空 有做多的 也有放空的 像刚刚看到台胜科是做多的 照合是放空的 大盘上了万点 不是不能放空 你要放空给你看 抠下去 补回来 阿里探尾罪 探4.5% 一块四毛五五 好了 接下去 五月九号 同一天 你可以看到 起机 放空下去 然后三天之内 补回来 阿里探尾罪 2块七毛钱 3.1% 三天收工落袋为安 都是五月九号 你再看一眼 五月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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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之内 都是在五月九那一天 做出来的 你以为股票多少 拍谁哈 我们两种会员 石碑市会员 跟会月家族 这两种会员 各两档股票而已 各两档 好亲爱的朋友 你再看下去 那起机补回来之后嘞 五月九号补的嘛 补回来之后呢 其实跟会交代过了 补完起机 转空玉金光 其实哈 今天玉金光都还有小涨 盘中还涨的比较多一点 最后搞了半天 最后只涨一块钱而已 我们先讲玉金光 你看今天最高多少 今天最高多少 3.3.2 今天最高3.3.2 最后收盘多少 3.2 我先不管收盘 你先看最高3.3.2 你看我空的那一天 五月九号那一天 空的那一天 最低多少 3.3.3.5 都比今天的最高3.3.2来的高 所以呢 换句话说呢 那一天不管你闭着眼睛 空在什么价位 到如今都是赚钱的 没问题吧 对不对 最低3.3.3.5 今天最高是3.3.2 3.3.3.5跟3.3.2比来之后 当然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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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更高啊 所以那一天来讲 不管你空什么价位 都是赚钱的 更何况 我是空在3.4.0 好了 这样子看下去 你看5月12号的跌停 跑到哪里去了 最低的跑到3.4.5去的跌停板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再看一下 5月16号 就昨天喔 我们早上到来做这个动作喔 郁金光 如果你没有这个党股票空单的话 那麻烦你四家捐空避险 结果空在3.3.0 昨天空3.3.0 结果收盘又跑到3.2.1去了 换句话说 昨天如果说你立马空 立马赚 就真的赚到9块钱又赚到了 那以今天收盘来讲的话 就是怎么讲呢 我们不管我们是空3.4.0也好 空3.3.0也好 今天收盘3.2.2和去一口 都是赚到多少钱 赚18 不然就赚不到8块钱 还没收工 但是就这样子告诉您的 赚18块钱或赚8块钱 反正旧会员赚18 旧新会员赚8块钱 那如果更新的会员的话 你今天加入你就知道 考不好 又更新的会员可以赚到多少钱 亲爱的朋友 其实不管你男性家的 我都想办法让你赚 因为你今天新会员进来了 你过了一天 你就变成旧会员了 新旧会员我都必须得照顾 这本来就是我无法懈怠的责任 不管如何 这都是千真万确的 不管是只有两档股票 或外点门口的墙举好多 都千真万确的 这是日子 你看那么多了 我希望说你好好把握 不管把握行情 把握万点 把握千亿的成交量 还有把握我这个人 好吗 好了 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还有明天早上 股票操作顺利 谢谢 谢谢 明达公布蔡老师面书社团成立了 立即搜索飞悦十倍数 或扫描QR Code加入 让您掌握标傅或理加速 0227810909 278110909 2781109096 0909 27810909 0227810909 来来来 包租公包租婆看过来 自106年1月1日起 住宅租约必须遵守内政部公告的房屋租赁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和不得记载事项 押金不能超过两个月 水定费用和税金要再明 房屋及设备修缮义务要约定 终止租赁条件要讲好 不能限制房客以租金调税等等 更详细的内容请上内政部地政司网站查询 内政部关心您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布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令其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